最大的驚喜在後面 OK? Let's go 你肯定這個不是Penhouse的Belvedy 我可不可以說 買一個兩房加釘的單位 送一個一房的單位給人家 大家好,我是Aaron 在我身邊的就是剛剛加入了 我們AC隊的新的團隊 Crystal,歡迎你 各位觀眾好 Crystal,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的背景吧 好啊 首先,我很開心加入了Aaron這個團隊 因為我本身也追蹤了Aaron的 You Could Channel一段時間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面 我由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 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這個團隊 我小時候自己的背景 我自己本身 都在一個 發展商裏做了兩年 都是跟Presel的行為 我都很希望 我相信都可以 债到我的價值給各位觀眾 還有給予這個團隊 其實Crystal的背景 我覺得對我們看項目的眼光 是可以很大的一個擴展 因為你看的東西 和內部看的東西 和你本人看的東西 都一樣 就像我們今天 我們介紹這個 Brandwood的全新樓盤 就這樣說一個地位 我一問他地位 他所說的已經很不一樣了 不如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嗎 好 OK,Let's go 今天我們首先要說 我們的地位 其實Brandwood 大家一點都不認識 每個人都沒有 自己住、出租 我都很喜歡這個地位 是 Crystal之前跟我說 找租本 首先是在Metrotown 和Barrant 方便 和新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當我跟Crystal 說的地位 時 Crystal就說 你的位置現在是在 這個新的本 叫Millennium 就是在Douglas 和Springham 的一個 intersection 他跟我說 咦 據我所知 其實這個地方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將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麼厲害 然後他就 在東邊 一直向東發展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再建 Brandwood 只會向東發展 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你將會看到什麼呢 會看到有Buffel的地位 有Slate 然後再去東邊 有一個叫Kelkic的發展商 那裡 會賣了那個 保齡球場的地位 REV 保齡 就會建立三棟 然後再過去東邊 即是Spring 那個站 到Brainbridge 那裡 一個大的地位 將會有七個Tower 是 七至十四個Tower 是嗎 我沒記錯 是一個好像Olympic Village 那樣的community Talus 和Peterson 都會在那裡 所以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你會看到有很大的發展 轉變 我入行都十幾年 我記得在十二年前 Brandwood的Solo One 那個人就問我 為什麼你會推薦我這裡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買任何東西都好 我們要做research 是看他未來的發展的前景 我覺得只要有前景的話 你那個Profit Margin 那個升幅的潛力 就大一點 對不對 就可觀一點 當然 一個很Well-developed的小區 沒有人喜歡 都喜歡 但如果你又想享受 一個小區 新的同事 又想有一個升值的潛力 我覺得 這樣就有一個potential 所以你幫我做一些research 我覺得是非常有用 謝謝你 Crystal 其實我們想看一個發展商好不好 有沒有涼心 我們給他的錢 發展商擺在哪裏 我覺得可以在兩個地方看 當然 就是建築 對嗎 第二就是那個amendities 對嗎 就是屢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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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一個很多curve 其實我們看這麼有設計的建築 在哪裏看得最多 Downtown Downtown 但是為什麼中國人大部份都不喜歡 或者亞洲人都不喜歡 Downtown的建築 為什麼呢 Downtown有很多新設計感的建築 他們的ForePan其實都比較三支八支 所以華人買家就未必靠你那種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要遷就外形 所以裏面只要不夠 因為有很多角位 轉彎又跟著轉彎 但這一棟 外面的設計是很多curve 但裏面每一個ForePan都是方正 而充分利用每一吋空間 OK 外面的建築和設計感固然重要 但裏面的用料都不可以差 因為Millennial有70年經驗 它一定要給八角風情看 這個廚房電器的牌子叫做Betta Sony 為什麼我這麼清楚呢 一個意大利品牌 我昨天在看那些東西 有時候我練習了 因為我女兒和我媽媽 聽到我說話 咦 什麼Betta Sony那麼厲害 你告訴我 其實這是意大利很高的品牌 比Bosch更高 它有哪裏遮蓋這些意大利品牌 我們來介紹吧 這個廚房用了Betta Sony的牌子 電器有五樣東西 我們去看看吧 包括了這個雪櫃 還有這個焗爐 有個Hofan 還有這個Gaslo 還有這個Taste Watchers Pixel說 除了這件電器 還有一個Pan 煮得很好用 很多時候廚房都不夠地方放東西 不如開來看看 這個Storage也很重要 很重要的 這個廚房真的非常足夠Storage 看看吧 最終是 這個位置 裡面還有一個LED燈 非常好 Pixel看完廚房 我們不如看看這間屋 整個Layout和設計 好嗎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Layout和設計 他們花了兩年時間 兩年時間去畫圖 去做這件事 廚房對著這個 就是Open Kitchen 廚房和飯廳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很開揚 對呀 這裡真的很開揚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用了全部落的玻璃 它的樓底是九尺 九尺 你剛才提到玻璃 剛才是玻璃 有一個特點 是甚麼特點 這個玻璃是三層玻璃 很少發展商會用三層玻璃 很少因為成本很高 而且這個項目不是對著排圍 它沒有必要這樣做 但希望營造家居 你會有更加寧靜的感覺 所以這是一個居住的問題 而且你要記住一件事 三層玻璃 我跟你講 是看不到的 不像電器是甚麼牌子 我看得到 是 這個是看發展商 發展商有沒有良心的表現 這個設計 除了剛才我們看完廚房 很照顧 另外一個地方都不能忽略 就是廚人房 我們先去看看廚人房 好 現在我們帶大家看看廚人房 我可以看看裡面 它是有一個walk-in process 這個walk-in process 它們的攝影機 都包了 你可以看到 其實那些間隔都做得很多很好 而且LED燈也有 我們先看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有一個雙星 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有這個起缸之外 它還有一個buff tube 而這個buff tube是一個貴妃缸 大家看看這裡 所以一個非常優雅法式的風情 而另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這裡的地下和牆都鋪了磚 鋪了磚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是普通Drywall的話 當你濕氣重的時候 你用得久了 可能它就會剝落 它會剝落 它會剝落 即是表面會剝落 但如果用了磚的話 它就會耐用很多 我們看完洗手間 我們就可以看看這個buff tube 這個buff tube 你會看到這個房間 都非常寬敞 它也是可以放到一個qn size的床 不過如果放qn size 你可能放個nightstand 就稍微窄一點 絕對放多 不過如果你放qn size 的話 空間就可以用得更充分 沒錯 就是覺得空間那麼大 看看第二buff tube 好 Krystal的兩個房間是分開的 挺好的 因為有更多的pipersy 這個就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 老實說 大小跟master bedroom 差不多一樣 這個也很大 這個 它的衣櫃不是做walking closet 它做了一個sliding door 這裡做了一些架 做了一些架 做了一些built-in closet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的發展商 這是一個upgrade option 還可以包串 未完喉 除了兩個房間之外 還有一個叮 看到叮的時候 我給你看看一些很巧妙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叮 如果放一個bp床 當然是完全沒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道這個地方 可以出去 沒錯 它的叮都可以出去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要出去外面的空間 在哪裡可以 那個廳 或者是主人房 現在是廳房、主人房、第二層座 總之有窗戶碰到外面的地方都可以外出 所以即是一個很難遇到這麼漂亮的職位 我們不如走出去看看 Crystal也說了 B1的Fall Plan 870呎的空間 但外面的座位有多大 有540呎 有540呎 即是超過一半室內面積的空間 我可否說買一個兩房加釘的單位 送一個一房的單位給你 絕對可以 一個五百多呎 因為現在很多時一房都沒有五百多呎 買兩房就可以送一房的單位 很誇張 可以放沙發、擺餐桌、燒烤爐 借甚麼都可以 而且這裡是蓋子 我問了他 全部外面會有電梯的外套 例如你將來想加熱器、暖氣 都可以 這就是這麼誇張的空間 記住兩房加釘都有這麼大的 不用去到Pan House這麼誇張 而記住這個外面的面積是送給你 因為它不是包在管理法裏面 所以你可以長年去享受這件事 真正如到他們的概念就是 將裡面和外面結合在一起 我們看完室內設計有多好 有多豪華的電器 除了這件事之外 Amenities也很重要 可以每天享受給屋主 沒錯 而Amenities也是這個項目的其中一個賣點 因為這個Amenities有超過三萬五千呎 它是一個發飾風情 resource style的Amenities 分開在五層的地方 我知道很誇張 由第一層開始就是Lobby 其實Lobby也是很多人忽視的一件事 但其實亦是對於你的resale value 最重要的一模 因為這是一個雙層兩層的Lobby 有concierge、沙發 很漂亮、很堂紅的Lobby 你想想為何resale value重要 買家走進去看的不是先看單位 Lobby是第一個印象的 如果Lobby是一個很簡陋或很小的 直接會影響它對於大行的觀感 所以會影響到你之後的價值 所以大堂那裡是很漂亮的 除了這麼漂亮的Lobby外 它還有一個music room 有gym、yoga room 有圖書館、music room 有滋晶、濕晶也有 沒錯 有一個泳池 但這也未算 最重要的是甚麼 它有一個skylounge 在14樓有一個skylounge 這個skylounge是兩層的 全都是玻璃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view 所以如果你是招呼朋友 有的話它是非常安全的 對,很大體的 剛才我們介紹了 development、developer for plan、layout、室內設計 amenities 全部都已經很有驚喜了 我知道你們現在心想 多少錢 在Brandwood這樣的地區 因為Brandwood 大家都已經知道 是跟Metrotown在一起的 我們不如找個遊戲來玩 你們覺得多少錢 一房現在在Metrotown 和Brandwood一房大約500呎 可以賣多少錢 現在在Metrotown和Brandwood 它的一房大約是60至70萬 而兩房大約是150萬左右 至少8至120萬 對,沒錯 對,如果我告訴你 這裡的一房起價是50多萬 你相信嗎 兩房大約是90多萬 如果再大一點的兩房家丁 都是Low 1 million 對,而它還有一個賣員 即兩房單位是700多呎的室內面積 但室內面積是500多呎 這是有吸引的 對,所以加起來是超過1200呎 而1200呎 它只是80多萬 所以這是非常有驚喜的 剛剛Crystal說的Fall Planet 亦是最多人最流行的 另外,價錢已經在這樣的地點 這麼吸引 未完 如果你們是頭五十位買家 其中一個的話 你還要一個充滿的優惠 是約2萬 約2萬 還未完 如果你是頭五十位買家 其中一位的話 23元是多少錢 所以需要一千元 一千元 其實等於免費轉讓 因為這個樓盤是2027年 2028年4年 即是4年至5年後 可能在成交之前 你可能會有其他變化 或者不想保持這個單位 你是想轉讓出去 當那個assignment fee 越便宜 就代表賺的錢 越多了 因為這是你的成本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特別是這麼長的時間 非常好 大家很心急 聽到這樣的優惠 什麼時候是可以第一批人來看呢 明明是第一批 沒問題 第一批是9月14日上午9時半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要盡快聯絡我們 首先我今天第一句 我要感謝Crystal的精心演出和介紹 非常之好 你緊張嗎 非常緊張 但有Aaron帶你來的問題 好 希望我們下次可以帶給你更多更好的樓盤 但記住 9月14日這個日子千萬不要錯過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的介紹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